節目上一話我們繼續帶大家來沙田吃好東西 今次帶大家來吃這間就是充滿著創新菜式的 童宮小聚 一間餐廳也有很多打卡的位置 包括門口的偽紅燈 白鴿牆 還有一個很有和風氣式的偏廳 這裡的碗都很特別 會有螞蟻圖案 吃東西之前當然要吃青菜清清一點 我就要叫做炒豆廟 他們用豆漿去做的令菜更加滑 之後我就要見到這裡出名的沙田乳甲 果然名不俱全 它的皮很香口 裡面也有很多肉汁 之後就叫做這裡很特色的鳳眼蝦餃 它很大顆 蝦餃皮橙色的很特別 也都很薄 而它的蝦吃下去也很滑 好好味 之後我們就吃炒聖子 他們用蝦醬和蝦乾炒 所以很香口 而且本身它的聖子也很大條 很鮮味 之後我們就吃這裡很特別的水煮魚春卷 它就是把脆粥粥的春卷裡面包著水煮魚 一咬下去就很濕就冰出來 口感真的很過癮 這個天氣最適合吃煲仔飯 我們就叫做龍等煲仔飯 那些龍等魚也很嫩滑 入口即溶 加上它的焦邊的飯焦 真是一絕 最後吃一個山竹形狀烟硬的糯米 裡面包著蝦肉也挺鮮味的 這裡的茶水我都覺得好好味 所以我對今天的晚餐十分之滿意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by bwd6